大家好,我是三喵鞋,小尾巴上岗 那么最近讲一个中国古代的话题 也是之前有朋友问过的 算是一个中古小巨坑 就是这个嗜号和妙号到底有什么区别 区别有,联系也有 包括这个怎么给一个人上嗜号 这都是有讲究的 那咱们先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开始说 比如说这个名神宗 万历皇帝 您这个神宗就是他的妙号 神宗就是他的这个妙号 那么嗜号是什么呢 他的嗜号叫显皇帝 显皇帝 但是这个所谓的显皇帝 只是他的嗜号里面的一丢丢的部分 他的全部的嗜号 所以你看我拿着一个小本本上场 我得给你念一遍 梵天河道折肃敦 光文章武 安人只叫显皇帝 这是他的嗜号 死了以后 然后给他上的一个评价 而妙号是祭祀所用 先讲这个妙号 就是说这个皇帝为了表示正统得把自己的祖宗给放在宗庙之中去祭祀嘛 那么你每一个宗庙当中的这个神主你总得有个号吧 你不能说一号二号 对吧 一号机二号机 对不对 你这变成EVA了 你总得给他起一个这样的名字 那么太祖 太宗 那再往后是什么 在汉朝之前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的 对吧 这个天子七庙 那你应该供的你满大满算塞七个 对不对 那么汉朝的时候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 你比如说汉景帝 他就没有庙号 注意看汉景帝这个景是他的嗜号 汉武帝他就有一个庙号叫嗜宗 所以你看啊 就是我们管他叫什么什么祖 什么什么宗的 你比如说什么唐太宗啊 对吧 唐高祖 宋高祖 那比如说这个宋高宗 这个宗 宋孝宗 这都是庙号 到后面一定不是跟着祖 就是跟着宗 那么汉朝之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 你起码得干出杰出的事业 你像有一些那种 虽然特别自以为很牛叉 但是什么都没干出来的 那个就不要说有庙号了 但是到后来 这个皇帝嘛 那皇权膨胀嘛 所以这个庙号这种东西 那当然是人手一个了 那恶劣的这个先例从曹魏开始开启 对不对 那么曹操对吧 魏武帝 那有一个庙号 太祖 然后这个魏文帝曹丕也有一个庙号 那更过分的是什么来着 这个曹锐 在他活着的时候 群臣就说 哎呀 这个亿万年之后 您的庙号是什么 哎 曹锐竟然接受了 所以你也不要说建生祠这种事情是魏忠贤他先搞的 曹锐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再到后来这个庙号这个东西几乎就变成了是个皇帝 人手一个除了那个最后的那个皇帝 为什么没有人祭祀他了 对不对 你像这个唐末帝 他为什么你看之前都是唐什么宗唐什么宗 唐西宗啊什么唐义宗啊 到他唐末帝 因为没有人祭祀他了这个末就是一个世号没有妙号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妙号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一开始就是太祖太宗 就是你在往后只能称宗 你不能称祖了嘛 那么你要是严格说起来 比如说这个宋高宗啊 虽然这个人大家说管他叫完颜购啊 但是他对于再造赵宗 那是立的有大功的 那么他如果上妙号有人说 那他要不要做一个祖子呢 后来说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老爹是宋徽宗 那一个宗生出来了一个祖 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不安 所以就高宗 那这个高宗呢 是在妙号的这个顺序里面 是祖太宗之后最高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当然有例外 什么例外呢 这个一个朝代一般来说只有一个祖 但是有例外 谁呢 明朝 那么明朝的时候 一开始是太祖朱元璋 我们知道朱棣是成祖 对不对 但是一开始朱棣叫太宗哎 对不对 是为什么把他叫做成祖了呢 这个就是嘉靖皇帝那会儿 他要把他老爹给塞进太庙之中 那么他老爹算是一个宗了以后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太庙里面其他的 你是不是得移出来一个呀 你按理来说你得移出来朱棣 因为这是离你这个庞之最远的 你敢吗 对不对 那不敢 那怎么办 只能把朱棣升为祖 你再移出来一个别的东西 所以明朝就是太祖朱元璋 成祖朱棣 那有人说这个妙号是怎么起的呢 你比如说这个神宗万历皇帝 这个妙号其实也是带有一点的褒贬的这种色彩 但是啊 这个说褒贬色彩不准确 毕竟是祭司妈 所以基本都是褒裔的这种色彩 只不过这种褒裔的色彩 它有点像嗜好 但是群臣们也会玩一点点春秋笔法 您就比如说这个明神宗 什么叫神宗啊 对吧 神 大家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 哎呦 您可以说他伟大的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 你也可以说这人他怎么怎么着 这人他干的一些事情让大家都几乎不可战胜啊 这也叫神宗 对不对 至于这个神是什么意思 您品 您细品 总之妙号一定表面上都是好字 但是嗜好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嗜好呢 是根据这个君主生前的这个德行行为 给他上的一个号 基本上这个 呃 有人说是战国开始 但是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从西中就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那么 基本上每个朝代都除了秦朝 为什么呢 你不得妄议中央 对不对 这个哪怕是后人 你不得妄议前朝 所以始皇帝二世三世 以至无穷 对吧 那好了 那至于传了几世 您也清楚 总之秦朝是没有嗜好的 那么其他的一般都有 那么这个嗜好就不一定像妙号那么客气了 这个嗜好可以是后代后朝给前朝的末代君主给起 您就比如说商宙王 这个宙字是一个很恶的事 这是周朝给商朝的这个最后的一任君主起的这个嗜好 再比如说周历王 历王虐 民不堪命仪 对吧 这个周历王有人说回头专门聊聊他 没有问题啊 周历王是如果说历史记载无误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要与民争利的一个君主 开创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所以说嗜好为历 对吧 周幽王 这个幽字也不是什么好字 那历王虽然没有王乐国吧 但是自己这个太暴虐下场也很难说好 那随阳帝 那这个嗜好就未必都是好的了 但是呢 尽可能把它说的好一点 对吧 这个先秦时期 从公元前841年 那个共和元年到公元前221年 那么在位的君主吧 234个人 那么有美氏的就是165个人 平氏39人 厄氏30人 那么厄氏占12.8% 美氏什么意思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晋文公 哎 这个文就是一个美氏 对不对 那么平氏是什么呢 这个您比如说这个昭 这个昭字啊 过去指的是这个失国或者失身 你比如说这个周昭王 难争不复 对吧 不是淹死在汉江里的吗 周昭王 楚昭王 失国 楚昭王那会儿啊 这个吴国率军一路杀进影都 失国 那好 那这个昭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好的嗜好 只不过到了战国的时候 这个昭字慢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比较好的嗜好 那有的时候这种嗜好啊 他这个好啊坏啊 他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 那么到了秦之后啊 嗜好也是这个样子 您比如说这个秦之后 324位君主啊 美氏290元 平氏25人 恶氏9人 恶氏啊 随阳帝啊 就就这种平氏 您比如说什么 哀 您比如说什么哀帝啊 什么什么这种 那那可能是他想国不拥吧 那个就是平氏 恶氏啊 就是除了天命之外 你自己干的事太混蛋了 就得一个恶氏吧 但是这样仅仅是9个人 所以到后来发展到最后啊 这个嗜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啊 除非你是最大恶己 人臣共愤 不容于整个人类共同体 对吧 不然你是不太会得到这种恶氏的 你哪怕你比如说这个 供 供字 这个供 供敬的供 供字本来还算是个不错的词 但是你想想啊 敬供帝 它是把这个东晋的江山让给了流域 所以再往后 这个供字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好的诗号 事实上啊 一开始给这个万历皇帝上诗号的时候 他是那个 梵天河道 折肃 光文章武 安人指孝 本来是准备给他上诗号叫供皇帝的 哎 不行 大家就说了 你这个供字 它过去有很不好很不好的含义 改了吧 改叫显皇帝 所以啊 在万历年之后 这个明朝的一些文书提到先帝 就会说什么 神宗显皇帝 那大概就是 你看神宗 他是妙号 显皇帝 是这样的诗号 当然了 你要说妙号这个东西 帝王可以有 但是那么自秦制之后 这些大臣们就不要想了 但是大臣们可以有诗号 那帝王的诗号 其实一开始也没这么多的 你看那个汉武帝 也就那么一个字 两个字 对吧 那一开始开国的这个皇帝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 先文后武或者先武后文 对吧 这都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这个曹操魏武帝 他虽然没有称帝 后世给他上了诗号 魏文帝 你再比如说晋 那个晋文帝 那司马昭没有当皇帝 但是追尊的嘛 晋武帝 即使是这个文武可能很不怎么样 你看那个梁武帝 他的这个他的继任者 梁简文帝 梁简文帝 你看那个死的可惨了 对吧 被侯景给弄得七婚八孙 也是文啊 毕竟是开国二君主 这样的呀 所以说这个嗜号到了后来 是到了武则天那个时候开始增加的 所以你看一个人得位越不正 越喜欢在这个顶上去搞一些画画场子来 他首先给这个唐高宗 我说过这叫妙号 上了一个嗜号 叫什么呢 小粉红听了不要激动 不要骂小日子 叫天皇大帝 你看四个字 然后后来又上了给很多的这种嗜号开始变长了 所以到了明朝的时候 那个宋神宗万历皇帝那个嗜号 算了就不念了 那有一代堆一代堆一代堆 那么到清朝的时候 这个皇帝嗜号是25个字 皇后是17个字 但是有一个例外谁呀 慈禧 对不对 那么以上是帝王 那么大臣有没有可能有嗜号 有啊 这个清朝的惯例 一品大元以上才会有嗜号 二品以下 除非特纸不可能会有这种嗜号的嗜号 除非你这个底下的一些呃朋友怀念他 你私事这个就另外了啊 那么这种嗜号啊 有人说这个文正文忠是不是挺高的 呃 是的 那么在这是明清两朝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嗜号这个地位也特别高 叫忠宪 就是把宪忠给反过来 你像这个赵普韩奇都是这个嗜号 问题在于南宋的时候 这个嗜号给了谁呢 给了秦慧 所以以后这个嗜号就 再也不用了啊 这个慧字 这个慧 多么好的一种书啊 再也不太会有人拿它来做名字了 对不对 那类似的原理 那么想嗜号文正文公 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当一个人民的好宰相就可以当上这个了吗 啊 那可不是的 有清一代能够嗜文正的只有八个人 两百多年 对不对 那么你像那个明朝的时候 谁啊 那个张居正 嗜文忠 对不对 曾文正公 那这个你必须是挽狂澜于祭导 这个你才能够被视为文正 或者说有大功于设计 假如说您只是这种逢场作戏 这个八面玲珑啊 那么你 但是你没有挽狂澜于祭导的话 那么可能文正这个词也未必能适合 对吧 文正文中 文乡 那得是文官带兵打仗 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啊 这样叫文乡 对吧 那这样的这种嗜好 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了 这个按照中国古代的所谓的优良传统 你这个嗜好啊 反正到最后 它也未必能够完全真实的反映一个君主 对不对 这就叫唯尊者会 唯尊者隐吧 所以说你看到中国的历史 很多时候要动动脑子 想想背后的这些道德 那么行 今儿啊 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